印度全国各地的女义务员都在罢工 都在抗议 就是因为一位印度的女医生 在她的工作的地方被论坚 然后导致被杀害了 为什么印度总是有这样的消息 德国晚上又是粉红丝的天空了 我是去过印度的得鬼小伙子马可 欢迎各位朋友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分享 那你们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了同样的一个消息 那个时候是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女游客 也是在印度玩放松休息的时候被抢劫了 上了新闻的 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了 那印度整体的公安的情况 在印度的各种地方去玩了 虽然说我个人没有收到什么很危险或者很不好的情况 但是印度的公安情况确实是很有问题 有些人说有些专家说印度对于女性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还比阿富汗还比巴基斯坦更危险 所以说如果你是女性 如果你想去印度刷一下 可以再考虑一下 那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印度全国很多地方很多医院里面的女工作人员 就是护士就是医生等等 打工了在反抗 放医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印度最大的问题之一 最起码在社会上面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自己说他们在印度已经感觉不到安全 没有地方可以很放松的 不管是在这个街头上 在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甚至是在工作的地方 他们都没有完全安全的地方 他们说真的是每一天都会发生 只是说没有这么多宝道而已 那这么经常的发生 但是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很大的变化了 他们感觉这个问题要么就是 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 要么就是没人管 没有人愿意解决 所以说这些医务工作人员就打工了 他们说我们不干了 他们的愿望是 你想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治安的系统 安全的环境 安全的一个工作的地点 我们在恢复工作 虽然说印度这两年这段时间发展的还不错 但是印度社会还是有非常多的缺点和问题吧 人口太多 没有一个很好的公安系统 没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方式 老百姓在这个教育文化这一方面 还没有跟得上 可以这么说 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希望出门不用害怕 他们希望工作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去做他们的事情 但我的朋友们 马克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代表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可能你们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怎么样才能去提升印度整体的公安的情况 特别就是女性安全感和安全的情况 如果你们有的话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告诉一下大家 今天这期视频就要结束了 马克也要去把今天的健身任务完成了 朋友们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你们感觉还不错 还可以 还有一点意思的话 那就别忘了 在视频的下面 先评论一下 再来点个赞 再来分享专发给你们的好朋友们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女性朋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最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关注一下 德国小伙子马克的账号来 我要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今天的观看和支持 朋友们再见 我们在下一期视频见